那一年大概最高曾經這樣的修律 可能落下的修律大概是那麼少 集會數就好了 我自己的部分 我覺得我還算還好 比如說疫情很巔峰這麼好 那我覺得我疫情幾乎大概 多好 大概是百萬千萬億 銷售額我覺得獲益可能是有的 銷售額 銷售額 因為我是目前都還有在線上做客服的 所以常常跟我對到話其實蠻容易 我遇到不搖自己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就是打官司後來單身 遇到一些我覺得比較困擾 所以只要做朋友之類的 我也是覺得蠻三條線的 就曾經有一個粉絲 就聊天聊一聊一聊 他就說 他就他的同事比較喜歡誰誰誰 然後我就說是喔 他說對因為他家庭幸福 然後你就是又打過官司又膽情家庭 然後當場覺得重見這樣 如果以現階段真的要想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跟我 比如說生活興趣是有相符的 因為這樣可以碰在一起的機會才多嘛 因為他如果又跟我就是天差地遠 比如說像我現在有在騎公路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要喜歡 至少也喜歡運動啊 不是宅男 宅男就可能真的不行 我就一直往外跑 去登山啊 去露營 去騎車 那可能至少我覺得要喜歡戶外運動吧 就是不是宅男型的 因為我自己也不在打電動 很難心 前夫好像有行列的時候對不對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欸 哈哈哈哈 你們有拍到嗎 因為我真的完全跟他不太會聊私人的事情 我跟他的交流僅存於帶小孩 那你們現在就是 就是只有講電話都可以 我沒有講電話欸 害怕聽到對方的聲音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LINE可以溝通就OK了啦 對啊不用到講電話 有沒有加錢的事情 有啊當然 我也覺得很可怕 很不容易 對啊就是 走過這條路當然覺得不容易啦 那還是希望他們可以 好好順利的處理完成這樣子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 其實大家都不要出來說話 會比較好啦 因為畢竟如果已經 進入到司法的話 其實在外面講太多 我覺得 對於官司的判決也沒有太多的幫助 因為我覺得我反而覺得那個其實對小孩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那之前好像說了換房子對不對 對啊我就有因為小朋友換學區這樣子 就是我2022年的時候官司結束的時候 剛好就結束在一個新的學期的銜接 所以那時候希望小朋友在新的年度可以直接銜接到新的學校 所以那時候其實搬家搬得超級匆忙的 非常非常突然 就是在大概半個月吧 兩到三個禮拜 然後搬到新的地方 你要馬上幫他找美女搬安心搬 然後又馬上做部分生活用品的搬運 所以其實當時有很多的東西都留在原本的家沒有整理 那因為我們這邊一方面又要生活 然後其實真的能夠播出時間 回去整理的時間又很少 所以其實就一直陸續整理走這樣子 我要聊一下就是 今年是做團購的大概是第十年 第十年 第十年 那這樣最多成就業績到最高的一次 其實在做團購 比如說因為我的類型很廣 像我也會做出國做海外連線代購 那比如說出去可能五天六天直接銷售 我像以前最高可以做到 比如說出去六天就可以銷售兩千萬 那當然不是每一週 因為連線不會是每週都發生嘛 那只是說我這個月願意撥一週的時間出國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犧牲是說 比如說這週我就沒有辦法在台灣陪孩子 那音也大概最高曾經 你這樣子的收入還落下的收入 當然真的好像幾位數就好 因為聽起來就是大家都很喜歡你的商品 如果你要說電商很爆 我覺得大概疫情 疫情那三年應該大家都很不錯啦 就是電商的部分嘛 那相對之下其實像去年解封之後 大家回歸到正常生活 還是不能用疫情那三年來看啦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要去講到說什麼最高峰 我覺得那三年拿出來講是不太準 比如說我這樣講好了 疫情期間我相信有很多新創品牌 可是疫情解封之後這些品牌還在不在 這才是一個關鍵點 那這樣大概落差很多 其實我自己的部分 我覺得我還算還好 比如說疫情很巔峰這麼好 那我覺得我疫情解封大概多好 你是說銷售嗎 銷售額我覺得有破億可能是有的 銷售額 幫廠商賣的商品 對加起來 好不好不是我賺的 大家分清楚 我們每次都很怕你知道 好不好 銷售額 幫廠商銷售的商品 因為我是目前都還有在線上做客服 所以常常跟我對到話其實蠻容易 我遇到不雅自演 不雅自演喔 嗯 比較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就是打官身外單身 遇到一些我覺得比較困擾 所以一直要做朋友之類的 我也是覺得蠻三條線的 就是會遇到 真的想要教我嗎 我其實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教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平台的這樣的方式 就因為對我來講 那是不太可疑的 就曾經有一個粉絲 就聊天聊聊聊聊 他就說 他 就他的同事 比較喜歡誰誰誰 然後我就說是喔 他說對 因為他家庭幸福 然後你就是又打過官司 又膽情家庭 然後當場覺得重見這樣子 因為就覺得對 那確實就是我現階段的背景 那這裡我也是沒有辦法去辯駁的事實 但是我就說 但是我自己其實經歷過這些 也內心越來越強大 所以其實現在看到這些都比較就是 淡淡的帶過 一開始的時候會有一點受傷